左左邊的攝影師 真是美不深收 這漂亮的五朵花 真色不少 我覺得鎖骨最性感 鎖骨 好 換它 胸型 對不起 嘴型 胸型讓它講 胸型 小腿 我覺得應該是眼睛吧 對 或是伴女帝的時候最性感 其實今天來這邊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考慮說要不要穿 就是性感一點 可是我想說今天只是 就是記者會的活動 然後沒想到到這邊 大家都穿著超性感 就我有一點被嚇到 但是後來我想說沒有關係 因為頒獎典禮商呢 因為今天自己是穿著這個小套裝 然後頒獎典禮商一定會 在該露的地方都會露給大家看 然後一定會展露 最性感的一面給大家看 所以不擔心 性感是對自己一種生活態度 跟自己的信心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理念 或是你生活的方式 跟人家不一樣 很有信心的話 那就是一種性感跟自信 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 謝謝 大家好我是76號的志祺 76號的志祺 請大家投我一票 就是對今年能夠再度入圍 我已經非常非常開心 那希望明次呢可以再更好一點 那這一次今年也出了很多自己的商品 自己的品牌跟自己的戲劇 那希望更多的觀眾能夠更了解我更喜歡我 希望你們能夠投神聖一票給我囉 請大家支持40號的儀佩 然後因為這是第一次入圍 FHM百大性感美女的這個票選 然後呢儀佩在頒獎的禮商 一定會穿得很性感給大家看 所以記得大家投我一票 謝謝 那我是58號林彩婷 那這次也是我第一次入選 那希望這次呢會有不錯的成績 那希望大家一定要每天都上網投我一票喔 那希望今天的打扮大家會喜歡 謝謝 我覺得最性感的女性是 台灣就是智玲姐姐吧 這是我第二次入圍FHM百大美 然後我希望今年的名次可以比去年更好 然後如果問我心目中的性感女神的話 我會覺得是安傑莉娜求莉 那台灣的話呢我覺得就是智玲姐姐 對然後我覺得入圍就是肯定啦 希望能名次好一點 然後不見得說要求前幾名 任何名次我都很開心 我覺得就是能夠入圍就是一種榮譽 那能夠就是 就是已經很開心 就是能夠讓很多人能看到 我覺得我是個性感女神之一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高興 那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女神 那我覺得我是任何一位粉絲中心目中女神 我就已經很高興了 那對於就是最性感的女性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喜歡天心 我覺得天心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個完美的女神 因為她曾經 她說過很多人啊 像她們會拍戲或者是會演戲 那很多東西她們都覺得 是一個多年來累積的才藝 那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女神維持漂亮的身形 她們好像就是一個花瓶 或是只是一個過於性感的有物 但我覺得其實我們很多身材好的女神 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在做保養上 那其實也希望大家能夠看得出來 那是一種才藝跟一種努力 那就是一種肯定 其實我覺得我心目中最性感的女神 應該是許若瑄 因為我從小就非常非常喜歡她 那至於說到欣雅是去年的第一名 然後現在目前票選才一兩天的時間 目前欣雅還是第一名 其實我跟欣雅是同一個公司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她今年還可以 蟬聯第一名的話 我當然是也替她非常開心 但是我覺得其實入圍就是一種 對每一個女明星的一種肯定 那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每一個人不同性感的一面 所以無論名次是多少 其實能夠入圍就已經很開心了 謝謝 那我覺得我心目中最性感的女神 其實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入圍 那也是以新人的姿態 所以其實名單裡面說真的很多 很多都是我從小就是心目中的女神 就是很多像志穎姐姐啊 然後Vibia然後還有蔡依林 就是都很多才多藝 對那至於去年是新雅第一名 其實這次對我來講 如果有不錯的成績 像是如果有大概有簽署 我就會很開心了 就是如果粉絲每天都很支持我 幫我去投票 我就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沒有說要一定要爭前幾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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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